欢迎收看频道DH娱乐新闻 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涵盖以下内容 杨子力破不合传闻,现场观看如梦之梦,还给肖战送花篮 杨子性格外相可爱,在演艺圈内跟许多合作过的演员 都保持着非常和善的朋友关系 拍完天机后,他跟任嘉伦成为了可以互相吐槽的损友 合作完欢乐送后,他跟乔欣成为了好闺蜜 如今在结束完余生请多指教后 杨子私下跟肖战也保持着很不错的好友关系 虽然说杨子的抗剧能力备受认可 基本上饰演一部剧就爆一部剧 也有不少人称其失望男主体制 但当初他跟肖战合作的时候 其实也引起了不少争议 在余生开拍初期 杨子跟肖战在剧中同框的亲密合照被曝光 引发了不小的动静 有不少网友猜测 这两人的关系一定不简单 那时肖战有大批粉丝维护 所以蛮骂声基本上扑向了杨子这边 之后在两人一起参加某个活动的盛典时 恰逢肖战绯闻缠身 而杨子在遇见自己曾经的合作伙伴时 跟肖战的互动也并不亲近 所以外界便开始传出两人不合的传闻 但外界的说法终究只是猜测 当事人私下关系如何 只有他们自己才最清楚 如今肖战把一部分演艺重心放在了话剧上 他所参演的《如梦之梦》 更是早已在多个地方进行巡回演出 近日《如梦之梦》的巡回演出终于到了北京 作为肖战的好友 杨子也是第一时间就到现场支持 还以工作室的名义 贴心送上了花篮 在卡片上暖心祝福 祝肖战如梦之梦演出 圆满成功 不仅人到了现场 花篮也送上了 杨子此举简直就是心意满满 而且这样一来 也轻而易举的就立破了两人不合的传闻 从现场的路透图来看 杨子穿着白色卫衣和戴着白色鸭舌帽 用口罩遮住了脸 身边还跟着工作人员 他整个人看上去十分低调 如果不是有路透图流出的话 或许一般人也认不出来他是杨子 其实杨子跟肖战两人私下一直都有保持联系 两人对彼此之间的状态也都十分熟悉 杨子曾透露过 他们两人当初在一起拍摄《余生》的时候 肖战为人就十分大方 不仅在吃东西的时候总是抢着买单 而且还经常在剧组里买很多零食分给工作人员和其他演员 这样懂得照顾人的肖战 给杨子感觉就像是一个大哥哥一样 这或许也就是他们两人之所以能够成为好朋友的原因吧 说回杨子这次到现场观看《如梦之梦》的契机 其实是肖战邀请他去的 之前在接受采访的时候 杨子就谈到了肖战出演的话剧 他说《如梦之梦》的知名度很高 他身边许多朋友在知道他跟肖战合作过之后 甚至还试图通过杨子这边 想要拿到肖战的话剧门票 对此 杨子自己本人也是哭笑不得 而肖战这边在得知话剧的巡回演出到北京后 便第一时间邀请杨子去捧场 观看现场的表演 所以才有了如今这一幕 看到肖战跟杨子之间的梦幻联动 就让人不得不联想到他们二人合作过的电视剧余生了 这部剧现在一直都是待播的状态 之前明明已经定当 但之后却在开播前两天 因为编排问题突然撤当 这波操作也实在是让人始料未及 也不知道余生何时才能上线 不过如今看见肖战颜值之间的关系这么好 相信他们后续还是可以有新的合作机会 希望他们有益长存 各自都越来越好吧 我们的新闻部分文此结束 欢迎把你们的想法留在评论区 大家一起讨论一下 欢迎 也别忘了帮我点个赞加关注哦 谢谢大家